EMS于2月24日举行了线上简报会 会议的主题是当青少年约会变得暴力时 应该如何阻止他 以及青少年幸存者和活动家分享观点 三分之一的美国青少年经历过青少年约会暴力 其后果可能是持久而言重的 学校开设了性教育的课程 但很少有人教会他们如何拥有健康的关系 更不用说如何设定界限和结束不健康的关系 在很多情况下 父母认为讨论恋爱关系或者亲密行为是禁忌 今天的演讲者年龄普遍在15岁至19岁之间 他们大多是亲密暴力的幸存者 并致力于通过教育同龄人和父母来预防这种暴力 作为该伙伴关系青年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他们反映了一个日益壮大的青少年积极分子网络 致力于预防当地家庭暴力项目 请 好 非常感谢Sandy 感谢您的邀请 不好意思 我背景有一点背景噪音 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加州结束家庭暴力伙伴关系的一个通讯主任 那不好意思 因为我现在在这个星巴克 所以背景有一些噪音 我刚刚也介绍了自己 那我的目的呢 作用就是支持我们社区 并且也是媒体的一个主要的负责人 所以我觉得今天加入这个会议 对我来说非常荣幸 我们这个组织呢 是家庭暴力反家庭暴力联盟组织 目的就是预防加州的家庭暴力 并且阻止加州暴力 那我们有自己的一些分布 如果各位记者想要报道的话 各位可以和我联系 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组织的背景 我们做的事情 Sandy也说了 每个二月份呢 就是预防青少年约会暴力月 这个术语呢叫做TDV 就是听Dating Violence的时候这么说写 那这个现象呢 现在越来越多人注意到了 那介绍一下我们在加州的情况 那第一年呢是在2021年 我们在当时 是第一次组织 在疫情期间组织相关的活动 所以很多时候 大家不知道我们的组织的一些活动 那现在我就很高兴 能和各位直接的讲一讲 我们做的工作 那我们在疫情期间 做了很多工作 我们希望各位能 也能为我们的工作提出一些观点和意见 我们在社区当中 有很多信誓 就是社交人信任的信誓 他们会和一些群众互动 在社交媒体上 我们也会注重 现在社交媒体的情况和我当时十年以前 已经很不太一样了 很多时候 最好的信誓 它不仅是和人沟通很在行 同时 他们也非常注重 去预防家庭暴力 在预防方面 我们相信 预防是 终结家庭暴力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从根本上去终结 这个信息呢 立法成员要懂得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需要相关的资金 来帮助我们实现目标 我之前也写了一篇文章 介绍这个 那现在我们的预算方面 也是和相关机构 和预防性暴力的相关机构去合作的 好 非常感谢 那我很快提个问题 在你 还是高中学生时 是否 年轻人 在预防青少年约会暴力方面 很积极 还是说 这个是一个新兴的现象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 我自己是成长于加州 一个非常传统的县 我们有 GSA GSA是什么 就是 我们的 GSA就是 Gay Gay Straight Alliance Club 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一个性少数群体 以及非性少数群体的一个联合的俱乐部 那你觉得 现在这种 反 约会暴力现象是很常见吗 我觉得是 那我现在做的是很多的沟通工作 那现在的工作 更多的是在观察而复在预防 那一般情况来看 我发现 很多活动家 他们在2018年 针对于一些关于性别的枪击案方面反应很积极 很多人现在 在组织活动 所以像 Gay Straight Alliance这样的组织 越来越常见 还有性别平等俱乐部 在大城市当中越来越常见 那这是从我自己个人的角度来看的 那我们有请 第一位学生讲者是Anna Kampos 她会介绍她自己的经验 她是作为 亲密关系暴力的幸存者 大家应该会很为这个故事动容 但遗憾的是呢 我们没有办法 让她直接过来回答大家问题 但是大家可以把问题留在聊天框 然后她如果之后看到会回复 那现在 请大家 请大家看她的视频 大家好 我是Anna 我是Kanna Kampos 我是17岁 我住在加州的城县 我之所以在这个领域工作呢 因为我自己就是家庭暴力的一名幸存者 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获取帮助 而且帮助我身边的人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因为很多人他们没有办法自救 所以我们互相帮助就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也是同处在一个社区 我曾经处于一段关系当中 这段关系有毒 并且我之前没有看到预警信号 我当时完全是被错误的爱情 冲昏了头了 我当时觉得 发生的事情是可以接受 但是其实是不正常的 我的妹妹告诉我 这不正常 这个关系不健康 当时其实出现了很多预警信号 但是我一直在忽略 比如说 我的伴侣非常具有操作性 他一直在看我的手机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或者是突然因为一点小事 就大飞雷霆 这些都是预警 我本来应该看到的 但是我当时就说 就想着他可能因为太在意我吧 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人吧 但是这个关系其实并不正常 这些有毒的 有害的关系 不断地在发展 我觉得原因之一呢 为什么这么多家庭暴力 约会暴力会发生在青少年当中 是因为他们不知道 怎么样识别早期预警信息 早期预警信号 这些东西没有在家庭 在学校当中被传播 那他们会怎么会知道呢 他们很多时候信息来源 就是社交媒体 但是很多时候 社交媒体的信息并不准确 他也会把很多的虐待 很多情景把它浪漫化 比如说在一些电影当中 还会把强奸给浪漫化 在家庭当中 如果没有相关正确的教育的话 社交媒体又不是很准确的话 大家就可以想象 人们会如何受到影响 很多时候就脱离现实 很多人认为说 我宁愿被爱 有爱 也不愿意说不被害 但是这种 根本就不健康 因为 并不是所有表面 所有的爱情 就是真正的爱情 我觉得 必须要让学校去教育 什么是预警信号 这一点非常重要 对于青少年 以及他们的关系来说 都非常重要 因为 每个青少年都得上学 所以在学校提供 这方面的教育非常重要 如果他们在学校不知道的话 那应该从哪知道信息呢 那些年轻的孩子们 他们会长成成年人 可能会进一步 继续暴力的这个循环 我的 姐妹 告诉我 这些事情 所以我意识到 这个关系不健康 所以呢 我对 认为 这个 对于年轻人 他们有这样一种空间 有这样一个人 可以讲讲 自己发生的事情 就像我的 姐妹 或者是家人 或者是 能够信任的成年人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要培训 那些辅导员 告诉他们 如何去应对 这些话题 让他们更好 能够应对相关问题 当然了 我发现 很多时候 年轻男性 认为 年轻的女性 没他们强 这种优越感 他们是一直有的 这种是不正常的 也无法让人接受 我觉得 很多时候 在学校当中 有些孩子们 认为这是 社会的一个常态 或者是社会 给他们压力 让他们展现出 男子乞丐 有一种 非常非常强大的 以自我为中心的 这种 自我 他们想要 占据统治 和主导地位 他们可能认为 展现这种 主导地位的方式 就是通过暴力 所以我觉得 这可能是导致 家庭暴力的 一个原因 那 该怎么做呢 我认为 同辈之间的 沟通 更 容易 相比 由成年人来说教 来说更容易 我觉得 更多人 应该了解 这一事实 因为很多时候 很多人并不知道 什么叫做 TTV是什么 也就是青少年 约会 暴力 很多人认为 这是 肢体暴力 但是其实 它是涉及到 情绪和心理的 语言也涉及 我自己呢 现在会 见 咨询师 我已经见了两年咨询师了 接受心理辅导 我觉得 有这样一种 成年人 有自治的心理 医生 受训的心理医生 来听我 倾诉是非常好的 因为 我能更好地了解 我所在的情况 我之前认为说 这是我的错 我早应该发现 这些预警 信号了 但是我现在 意识到 这也不是我的错 我的 咨询师 告诉我这些 让我接受 这个发生的事情 接纳自己 汉庭卫视记者 赵士涵 与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